时间已经过了四点半了 离日出海有点时间 韩婷拍拍自己的腿 示意季星可以在她腿上睡一会 季星却没动 没事 我不累 她摇头 季星伸过一只手 韩婷把她的手放在自己手心 韩婷手上的温度立马传递给了她 季星的头绪虚地靠在韩婷肩膀上 她的肩膀很坚实 让她有足够多的安全感 喜酒 两人都没有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地平线 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天边缓缓出现了一丝亮光 日出就要来了 季星回头对她笑 那笑容何须又灿烂 韩婷被她的笑容感染 她也笑了起来 天空泛起柔和的金光 逐渐将万物染上一层如湿如画的暖色 金红色的霞光渐渐将天边染成一片 犹如天地间一场壮丽的盛宴 季星有些激动地摇着韩婷的手 韩婷看见旁边的情侣在亲吻 于是她也把季星拉过来 她的唇碰上她的 浅浅地吻了她一下 之后放开 天边的圆圆的太阳正缓缓地驶过地平线 很美 而身边的人更美 这一刻的美景胜过千言万语 那一刻的亲吻也胜过千言万语 太阳彻底出来了 大家坐了一会之后 也就准备散了 季星还坐着 于是韩总也就陪着她坐着 韩婷 谢谢你 很久之后 季星轻声说道 谢 谢什么 谢所有的一切 季星眼神温柔 谢你带我看这么好看的日出 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 过得都很幸福 所以 这三年来 我这个老公做得还行 让我们季总满意了 韩婷挑眉 嗯 满意 岂止是满意 简直是无可挑剔 季星看着这张局势帅脸 谢谢老公对小女子这么好 小女子无以为报 季星说到这里就停了 韩婷以为她会说什么以身相许 或者下辈子做牛做马来回报 毕竟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季星眉眼弯弯接着说道 祝我们接下来的日子 每天都跟过去的这三年一样幸福 嗯 韩婷将她拉入怀中 过去的日子里 有她陪着 她的人生很美好 她很感激这样的人生 星星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什么 她的确是容易忘事情 我们要个孩子吧 韩婷委屈巴巴地说道 是啊 这是她的确答应过她 而且 她也的确是在考虑这个事情了 跟她重逢那一年 她才二十几岁 如今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而她也的确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实现了自己心中所想 嗯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我们生个孩子 马上就生 韩婷一听对了 你确定马上就生 站着 韩婷 季星用小拳拳捶她 你想什么呢 你想上明天的头版头条 也不错啊 我是跟自家妇人 说不定还能成为美谈呢 季星想了想她所谓的美谈 那画面实在太美 没法之事 她觉得韩婷现在有些不着调 走了 回去 季星站起身 嗯 回去 韩婷笑着拉上她的手 请 回去生也行 季星彻底无语了 不过 季星后来想想 是她自己说的马上要生 要说口误的话 也是她自己掀起的头 不过 她刚刚为何说马上就生 大概也是因为潜意识里 还是想要生的吧 也是 谁不想给韩总这样又帅 又能力爆棚的男人生孩子 她都不敢想象 她家孩子以后能有多幸福啊 所以 事实就是如此 这孩子必须抵马上升